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約8吋、12吋,我們要大了,沒有人那麼高手 但是很輕的,騰牌 騰牌很輕的,騰牌挺好用的 當年警察部,王家警察的時候,有些打示威者都用騰牌 我見過,我自己見過,不過現在已經不用了 拿著茶瓜,拿著重牌 就是1.6多 這個就是鴛鴦鎮,這個你看到就是那個 因為我講的柱就是這裡 是沒有柱的 有個廚房人 這個是隊長,應該是站在後面 這些我都明白,容易叫order,人少,但容易分派 我真的想起馬其頓那些,八成八個人 你怎麼叫order 不是,那些drilling要很熟 因為我上次很強調過,我的歷史創作 雖然看不到他們有操練過 但那些一定是很密集去操練的 否則你的協調性 因為我們上次沒有說到 那個盾不是保護自己的 是保護隔壁那個 保護隔壁那個 保護隔壁那個 隔壁那個是保護你的 所以那個合作一定是很好的 但問題來了,比如說鴨鎮本身 你猜要操練多久呢 不是說大家幾個人不懂的行為可以搞定 因為鴨鎮那個人不是太多 跟每個人的分工很清楚 跟他的那個護助結構性 沒有馬其頓都那麼複雜 所以應該不是太久 現在我想操練兩三個月都可以 操練兩三個月都可以 那都不短時間 要在康的時間來說 為什麼呢 大家耕田其實 休息時間就是兩三個月 平時只有一個造字 好了 最嚴重的問題 槍 鳥聰 鳥聰 在他的年輕少女裡面 他有沒有說過槍的問題呢 我沒有留意 因為我只是看功夫 槍就沒有興趣 但我只看到他說 那些槍的殺傷力很低 扭慢 很慢 所以後來他就向葡萄牙 買了一些佛朗基 那個佛朗基 當時不是叫葡萄牙 他叫葡萄牙 他叫佛朗基 那支也叫佛朗基 但問題是當時佛朗基 也是不行的 不知道是他們操作得不好 正是怎樣 當時他們操作佛朗基的時候 他們怕那支佛朗基會爆 那支佛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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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就很慢 很好笑 我覺得 還有大炮 還有大炮 對 改裝有輪的炮 叫大將軍 對 大將軍炮 那你涉及到重型兵 你是否覺得 在南方 當時的重兵兵用不了 沒有呢 就是沒有那麼… 我想運輸不行 就是你問我 你生路多 你運了五大炮 當年那些東西又不是那麼好 那很難運 運到他們又要裝回去 對嗎 加上他們… 就像我們練舞那些 經常覺得拳頭交易打 打兵器很差很遠 就是這樣想 這些懶懶的 就是殺人而已 他用什麼都可以 就是加大炮 又頓 又燒不響 這個就是當時他們 好像大炮 我想沒有那麼精緻 據你所說 這些是撿過來的 撿過來的 這些是到很近年才用的 最初那些炮本身 是相當粗糙的 而且也不敢大用 原因很簡單就是 隨時不知道射多遠 是啊 你想想他連佛朗機 都怕自己會爆 他用東西炸著他 那些東西你才不怕爆 那就是他現在這個 譬如說你總結你上來 其實當時這個七繼光 他要花多久的時間 才能總結到那個作戰經驗 整個倭寇展一百年 變成他其實有很多時間 是吧 另一件事 他為了要練兵 他真的走了到江湖那裡 學一些不同的打架方法 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很少將軍會有這個 好的 等於一件事就是 現在是美軍 他是一個將軍 他不是真的要去看看 看人家怎麼打拼繩 看人家怎麼做 打油槽 沒有人不要做 你不要來做這個 他真的要去做 但他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為何到了 譬如說近這二十年 武器已經不埋伸了 最近大家看到打伊朗那個 他都不在戰場上面 他找個無人機 那個人都沒有人 按掣了你 他知道你在哪裏 一踢過來 大概一分鐘都不夠 現在發展到不是用人 即是不埋伸的 現在不埋伸打的 所以打機械 但是一下子 一個很高級的軍官 可能只是一個小小 是啊 我那天不是說過 那個FBI CIA 升到他很高級 他都從來沒有出過戰場 他只不過在行程中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不可以講近代 因為講近代是沒有什麼好講的 講到現在,譬如說2021、2020 錢真是沒有什麼很值得講的 因為大家不是一個埋伸的 沒有埋伸的了 現在說扔一些機器下去 那些機器的紙會殺人 就好像Terminator那些 還有一個人下去看它 最後一個疑問就是 以你來看《七濟光》對中國武術的貢獻在哪裡 我覺得是很大 第一,它起碼呢 你講的現在是精武門 霍元甲會講精武門 他們講的各門各派 剛才那個《紀效新書》 《拳經》已經是講這件事 其實它先行很多步 第二,它對那個流派 好像說它學你日本人的刀法 它都不介意你日本人 不說你敵人這東西我不學 不會,你很好就學 沒所謂 還創了一套自己的刀法 所以其實它在武術那方面 那種開放的那種態度 其實影響後勢是比較少的 但對精武門其實是先走一步 但你以理解它當時是打什麼拳法呢 《七濟光》 我都不知道它是什麼拳法都打 你怎麼知道 你看回《拳經》裡面說 又講長拳,又講短打 又講那個女紅八下 然後又說女紅八下 又不夠另外那個綿章 那幾下好 其實它就是你不學過 你不敢講這些 就是它光柔都學的 接著它又說有什麼半山的腿法 即它連腳灰都學了 接著又有鷹爪走出去 很奇怪 然後摔跌 你看看趙文昌裡面 他一場在酒樓的那場 打到近乎合氣道的那些 我相信也有歷史根據 它是可以打到這麼柔的 其實合氣道 合氣道 又是黎智園中國 合氣道 我們上一集講過一集 大東流入合氣塑 後來才叫合氣道 他們那時候的方法 是戰場產生出來的 即是他們合氣術 它是兩個人 又是因為你有鴿 我是很難打傷你的 所以它發展了很多關節的方法 將你摔跌然後扭打 然後就將你封喉 諸如此類的那些 阻撃那些 其實這些就是因為戰場產生的技術 所以其實你在中國有這麼多仗打 發展同類型的武術不出奇 形態是合氣道 但未必叫合氣道 即是很可惜 因為即啟光是一個中國武術的 在明朝習大成的人 是的 是的 即是你由他的著作 你會看到就是中國的武術 他發展的歷史是怎樣的 但是很不幸地就是 現在人去看 就將這一部分 就完全不重視 不是 因為他自己 因為最後他將那個拳經抽走了 即是你說 打仗都不能用的 那有些人就好笑 有些人說 因為他拳經裡面有很多東西 跟太傑的名字一樣 那有些人說 你看看 七雞剛 一早就說太厲害 不可以打了 如果打了他就不會拿走 所以這個世界是很可惜的 我覺得練功夫的人 那些腦筋 就是一般 說到日本那邊 他在日本那邊 他打完這次回去 就走了 後來就跟著再來一次 在韓國 就跟韓國和中國合起來 打一次很大 是的 我們叫什麼 任神戰 我們去 他都叫什麼 抗衛援朝 你覺得日本那個 譬如說 戰術方面和他那個 戰場上的運用 其實是不是先進過中國 都相當之多 你看看日本那些 戰國史都很誇張 譬如像騎兵 那些武田的騎兵 然後你看積田信長那些 那些竹卿和那些火槍 那些火槍隊 已經學到三年打了 所以其實如果 同一個時間講 戰術運用的話 你看到其實日本其實都很強 日本比中國多變化一點 不過你說日本人打到中國 為什麼會輸呢 我覺得就是 其實你真的 人低也不教人多 你日本人少 那個年代 人多也還有好處 人多就好處很多 因為你不怕虧張 是呀 死極也還有 因為他日本人 我想他最怕打一件事 就是蕭浩戰 蕭浩戰似狗戰 二戰日本緝馬 都是打輸 好像輸 再加上被人扔了原子彈 所以他如果你說 純粹在戰場上 單對單 甚至是正規兵的交鋒 從來中國都輸 但我們第一集 我們已經講過 戰役和戰爭是兩回事 你打贏一場戰役 輸了一場戰爭也可以 輸了一場戰爭 就可以不當不利 一場戰爭 因為這是涉及後面很多因素 其中一樣就是科技的因素 科技的因素 很奇怪 就是中國到近代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是呀 到現在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好笑 上年就說 他們發明到原子筆 那我就相信你了 買了幾支大陸製的原子筆 他一心 這是墨水筆 他不用 他做不到的走珠 他說他做到 他說他發明到 副一心他說做到 但是其實 說明都是不行的 一寫出來他好像墨水筆一樣流 那我們可以做個名單 中國有什麼做不到 到現在 引擎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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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擎不行 他那些簽10 簽什麼簽密 俄羅斯不給你就沒有了 一定是外國供應 俄羅斯人不給就沒有了 那航空母艦 他現在都是可以的 不能夠自己發展出來的 只不過能夠複製的 其實我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他們得不到引擎呢 那個引擎 為什麼得不到出來 野金技術不行 野金呢 其實日本人 二戰都做到這麼厲害 這個就是回到我們剛才說的 那把刀的問題 是 就是有關時已經輸了 就是 我不知道 我作為一行外人 我估計現在日本 就是中國人都做不到 一把日本刀出來 到現在都做不到 可能他們不堅持 他們不是 他們不是有個什麼 即是大陸 大陸他們都有個 練刀的 不知道兩年一次 四年一次 不知道溫州在哪裏 他們都有一班師傅 都做一些很漂亮的刀 但問題呢 他們總是那個 那個 即是野金那方面 好像總是差一點 是啊 好像我上次在網上看 有個鬼佬在大陸 買了一支生果刀 刺到蘋果那裏 把刀斷了 哈哈哈 然後他就第一句 Fuck in China 那個蘋果厲害 哈哈 那個蘋果厲害 好了 那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我們就下次講到 涉及到 具體的那個 戰役 和他的下場 是 好的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